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经历了高点回落 呈现出平盘震荡的态势 这一系列变化让许多投资者感到困惑和不安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台股市场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的波动呢? 从基本面来看 台股的上涨一方面受益于全球科技股的强劲表现 特别是半导体行业的持续需求 然而 市场的急跌却显示出投资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专家指出 全球资金流动和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 都可能对台股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这种波动不仅仅是市场短期的情绪反应 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例如 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 以及国际供应链的不稳定性 都可能对台股造成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者应当如何应对 是继续持有股票 还是考虑适时调整投资策略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这一轮的市场动荡或许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投资组合的机会 专家建议 投资者应该更加注重资产配置的多元化 避免单一市场或行业的过度风险 同时 保持良好的风险管理策略 关注市场的长期趋势 而不是被短期波动所左右 在如此波动的市场环境下 台股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会如何 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是否会继续对台股造成压力 投资者又应当采取哪些策略来保护自己的资产 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你认为台股未来的走势会如何 你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市场的波动呢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 Hot Search 2 近日 高中放榜成为热搜话题 引发了广泛关注 据中央社 东森新闻和自由时报的报道 今年的高中放榜不仅牵动了无数学生和家长的心 也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每年的放榜日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学生们经过一年的努力 终于迎来了结果揭晓的一天 放榜当天 各地高中纷纷公布了录取名单 学生们的命运在这一刻发生了转变 对于那些成功考入理想高中的学生 他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家长们也为孩子感到骄傲 然而 对于那些成绩不如预期的学生 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结果的落差 还有未来的重新规划和调整 为什么高中放榜能够冲上热搜 首先 这是因为放榜日对每一个家庭来说 都是一个关键时刻 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其次 社会对教育公平和升学压力的关注 也使得这一话题成为讨论的热点 此外 各地高中的录取情况和录取标准变化 也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在放榜的背后 不仅有学生和家长的紧张和期待 还有教育专家的专业意见 专家们认为 放榜后无论结果如何 学生和家长都需要调整心态 理性面对 他们建议成功考入理想高中的学生 应该继续保持努力 而成绩不如预期的学生 也应看到其他学校的优势 重新规划未来 高中放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如何规划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那么你对今年的高中放榜有什么看法 你认为录取结果是否公正 未来你又会如何规划自己的学业和生活呢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 最近新光金的股价出现了显著波动 引起了市场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 据联合新闻网和中央社的报道 新光金不仅公布了最新的财报 还对未来的经营策略做出了调整 这一系列的动作成为投资者热议的话题 首先新光金的最新财报显示 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都有所增长 这一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股价的上涨 然而市场对新光金未来的经营环境仍有不少担忧 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 新光金的风险管理和业务调整 能否有效应对外部挑战 是投资者关心的重点 为什么新光金能够冲上热搜 原因有几个 首先作为金融行业的重要公司 新光金的业绩和股价表现直接影响着大量投资者的利益 其次新光金近期的财报和经营策略调整 涉及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市场定位 引发了广泛讨论 此外新光金的股价波动 反映了市场对其未来业绩和风险的不同预期 也成为热议的焦点 在分析新光金的股价波动时 我们发现市场对其未来发展的看法存在分歧 一部分投资者认为 新光金在金融科技和新兴业务上的投入 将为公司带来新的增长点 另一部分投资者则担心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加剧 可能对新光金的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面对新光金的股价波动 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 专家建议 投资者应当保持理性 深入分析公司的财报和经营策略 避免盲目跟风 同时 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 合理配置资产 分散投资风险 未来 新光金是否能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稳健增长 它的股价波动是否会成为新的投资机会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探讨 你认为新光金在未来的市场表现会如何 你会选择投资这家公司吗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 Hot Search 4 最近 广达的股价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引发了市场和投资者的高度关注 据相关报道 广达的最新财报显示 其营收和净利润均超出市场预期 成为推动股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这家科技巨头在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方面的努力 正在逐渐显现出成效 根据聚亨网和中央社的报道 广达在6月份的营收表现非常亮眼 不仅创下了今年的新高 也为未来的市场表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广达在云计算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领域的积极布局 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展 广达不仅巩固了其在传统业务领域的领先地位 还在新兴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为什么广达能够冲上热搜 首先这是因为广达作为一家科技巨头 其股价和业绩表现对市场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 其次广达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战略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关注 成为讨论的热点 此外广达的业务布局广泛 涉及多个高增长领域 使得其未来的发展前景备受期待 在分析广达的股价飙升时 我们发现市场对其未来发展的预期非常乐观 广达通过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布局 不仅提升了自身的竞争力 也为未来的营收增长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同时广达在全球市场的扩展 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区域性风险 增强了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 面对广达的股价飙升 应当如何看待 专家建议 投资者应当深入了解广达的业务布局和市场战略 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同时保持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 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以应对可能的市场波动 未来 广达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它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布局 能否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市场机会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探讨 你认为广达在未来的市场表现会如何 你会选择投资这家公司吗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帮助网友了解 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 HOT SEARCH 5 最近 梧桐谈的告别仪式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据报道 这场仪式上豪车云集 各界名人纷纷现身 为这位令人敬重的人物送行 梧桐谈的离世不仅在他的亲友圈内 引起了巨大反响 也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根据联合新闻网和雅虎新闻的报道 梧桐谈的告别仪式现场 豪车和名人云集 场面十分壮观 许多海内外的重要人物都前来送行 足见梧桐谈在各界的影响力和人员之好 报道中提到 这些名人不仅在现场表达了对梧桐谈的敬意 还分享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和回忆 为什么梧桐谈的告别仪式能够冲上热搜 首先 这是因为梧桐谈在生前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和良好声誉 他的离世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其次 告别仪式上豪车云集和名人到场 也为这一事件增加了不少话题性 此外 现场的特别安排和感人的场面 让许多关注者动容 在这场告别仪式上 梧桐谈的亲友们用心安排了每一个细节 从布置到流程都充满了深情和敬意 这些特别的安排不仅是对梧桐谈生前成就和品格的致敬 也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感动 亲友们的发言和回忆 让人们更加了解梧桐谈的为人和他对身边人的深远影响 面对这样一场感人的告别仪式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魅力 让梧桐谈在离世后依然受到如此多人的爱戴和敬重 他的生前事迹和人品又是如何打动了这么多人的心 在这场告别仪式背后 还有哪些感人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现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你对梧桐谈的告别仪式有何看法 他的生平事迹是否也曾打动过你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帮助网友了解我们都应该努力追求的普世价值